今天开始挖鱼翅了 以前给大家说的 我这个是个锦鱼翅 其实哈 我这个是一个综合鱼翅 为啥子 我可能会为啥子挤鱼 草鱼里鱼在里头 在那里来实现 做多年就把鱼钓起来 有朋友来的 从那里挖了那条鱼翅出来 开始盖这种愿望 但是水翅肯定是保证它清澈的 旁边可能还会修一个 就是我们的过鱼翅 这样子才能看到清花亮色的 不说了 开盖 这个天气真的是鸟入洞 这个挖了之后 下头还要抹水泥 做防水 不是这么简单的 但是 开心嘛 自己弄 跟我们摄影师说 我两个小时挖了白鱼翅 所以它太开得起我了 说实话 我觉得我今天一天能把它挖完 把它修平整 我觉得很厉害 挖着这个挖衣吧 挖着减肥效果好 脱衣服 没有 这是我们远了工游了工资料水泥 现在 autom焦湖 我切头已经肥料完工资料水泥干湖了 原来也没有鱼的开轨 如果开轨 把它挺多再说 太麻烦 说实话 他们提供找了个 这个解一下 这个线真的太细了 我都觉得害怕它绳不起 下一个不敢换根 好点的 把这笼钱拿来烧起 然后我过去把水断了 对了 这笼钱 基本上挖完了 大家看一下水断的结果是 这边高 这边低位那边 因为这边它要水冲到水 而且我这个水断还有一个设计 我先把这个葱干净之后 明天水泥河沙转倒了之后 几坏开开 哎呀 把水开开 开始葱 这壶路呢真的是热 但是我开心我高兴 有些人说的 网上很多朋友说的 哎呀 火玩这个人呢 只会说不会出 我说实话 我这个人呢 就是不会说 只会出 为啥子 要不来就把这些人 和这个团团转了 是不是 你看我很多时候 跟大家讲一下 哪些人会说 什么卖保健品 什么要骗你各样子的那些人 黑起来这种调味 我不会说 我只会说实话 而且我只会干事实 就比了这个 我们的工作室的打断 我说的我一个 你看看不好 我就自己都会发出来 而且要做的 八八十四的 要有刺激的刺激 还要 今天把这个葱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明天 你还要上会 第二个呢 就是让一把橙浆一下 因为底下要躺底 要不然它要漏水 要厨就要做好 要有舌浆 明天去